都说二战苏德东线战场很残酷 双方都承受着极大的压力 那么 到底是怎样的情况呢 我们来看看德军第十一步兵士帕拉斯下士的回忆 是的 就像大多数史料里记载的那样 俄罗斯的冬天 真是难熬啊 凛冽的北方夹住雪花呼啸而过 打在脸上隐隐作痛 枪栓动到拉不开 坦克机油都结冰 很多士兵躲在战壕里避雪 再也没有起来 夏天呢 是另一个极端 酷暑难难是必然的 以防或进攻的时候 所谓坦不邪同真让人吃尽苦头 干燥的大地上尘土飞扬 吃土不是笑话 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那么春天和秋天呢 是不是舒服一些 同样不好受 大雨过后 到处都是烂泥 汽车陷进去了 马车陷进去了 自己也要陷进去了 身一脚前一脚 浑身泥水不爽得很 天气之外 苏军无论春夏秋冬都在进攻 不过 对老兵来说 这并不可怕 他说 苏军进攻 坦克和步兵如波浪般壮观 但比较死板 遇上德军的坚固阵地和有力防御 他们也不会更改进攻方向 但有一点 就算是老兵照样也会感到恐惧 那就是喀丘沙火箭炮 兵临城夏872天记载 苏军进攻前都会进行长时间炮火准备 火箭弹覆盖的阵地一片火海 地动山摇 帕拉斯说 东线简直就是地狱